在娱乐圈里面,年龄似乎一直都是一个迷一般的话题,因为圈里很多女明星根本无法从容貌上判断她们的年纪。 最近,天天向上做了一期港台动灵姐姐的主题节目,请到了温碧霞、李若彤、林希磊,都是童年女神。 三位姐姐出场就很萨,走路带风,满满的大美人气场。 要知道,李若彤和温碧霞已经54岁,林希磊也已经45岁了。 美女们的肌肉都不是摆设,大家做起体育项目,比年轻的弟弟们体力还好。 三位姐姐都有着健身习惯,特别自律,所以都是由内而外充盈着健康幸福的能量。 那个提花是不是很好吃? 提花看起来很好吃,但是那个760卡路里。 什么意思? 你们在边看我们吃的时候,我们每拿一样的食物。 对,对,对,我又会算。 她们的眼睛就跟你零零七似的,只要一看见一个东西,自动显示那个卡路里。 你时间吃饭服务。 我三餐一定吃蛋白质。 四点以后不吃水果跟叶子类的食物,因为它们是寒性的,所以会造成水肿。 蔬菜都不能吃。 你可以吃根筋类,比如说荷兰豆西兰花,然后花椰菜,茄子,那就是根筋类的蔬菜。 哦,明白了。 话说,女明星们的脸和身材因为需要上镜,就需要专业而持久的保养。 你们吃得很开心。 但是您自己。 我自己吃东西的时候也很开心。 我当初为什么健身,我健身就是为了让我吃了更多。 是。 这个是我的理念。 所以,蹄花你也吃。 我什么都吃。 YES! 自己人。 我前几天才吃了一个,自己一个人吃了12寸的披萨。 一个人啊。 除了锻炼,还有美容。 乘风破浪的姐姐中被大家称为大林童颜的伊能静。 很多人都非常好奇她是怎么保养的。 后来在采访时被记者问道,每年她花在保养上的费用大概是多少。 她哈哈糊糊地达到七位数。 我觉得有可能一年会到七位数,七位数。 我是真的蠻狠的。 这样花重镜在脸上,这50多岁的脸怎么会垮呀。 说起洞灵女神,本周还有一位刚过41岁生日的明星陈豪。 她晒出镜照,满脸胶原蛋白的她,仍然是记忆中万人迷的模样。 女神永远是你的女神啊,无论多少年以后,状态都如此之好。 话说陈豪在出道后演过我爱河东诗中的杜月红, 新三国演义中的貂蝉,天龙八部中的阿子, 那人那山那沟,以及粉红女郎中的万人迷, 还凭此部作品获得了电视精英奖。 在2005年的时候发行了个人专辑陈豪。 北京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考广播学院。 当时我就动了个小心眼, 我想说反正路费已经花了一次了。 就还不如再多报考几个学校。 万一万一没有命中的话,最起码也许别的地方还可以捡个漏啊什么的。 你那哪叫捡漏啊? 我给你们仔细烙一烙啊。 一口气把自己能叫上名来的艺术学校全都报考了一遍。 什么?中国传媒大学,中央戏剧学院,解放军艺术学院,深圳大学艺术系,山东大学艺术系。 你是都考上了还是? 对,我都拿到了。 除了那个山东艺术学院,因为当时他和中系的考试是同一天, 所以我后来就放弃他们的考试。 他就放弃? 就到了中央系学院来考三试这样。 随后,他在事业顶峰和刘海峰结婚。 刘海峰当时是一位总裁,不过在2017年的时候离职,创立了自己的公司。 陈豪也是放弃了自己光鲜亮丽的演员身份,在中系担任了老师。 为孩子,像我们周五、周六和周日这三天,一定是全家人在一起吃饭。 有时候我老公出差,他可能平时偶尔晚饭不在,但是他一定把周末的时间空出来。 他就全天负责照顾孩子,领他们出去玩,去什么场, 就各种各样他们喜欢去的地方,他都带着他们去了。 一般奖励就是收买人心的方式,就来我给你个糖吃。 轻松自在的生活状态,让陈豪精神饱满。 看来,运动、保养以及一份好的心情,真的能让人年轻不少啊。